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避免 指叛結束戰爭 抗中為大 西方不計較印度和俄羅斯的關係 澳洲國防部長指控中共 靠賄賂取得國際交易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4月20號前 未能達到疫情全面清零的上海 封控防疫手法變本加厲 近日有消息稱 上海復旦大學出事了 大批警察進入復旦校園 現場使用了催淚器 當時校內網絡被撤斷 4月20號 復旦大學官方微博迅速闢謠 稱全民復旦者回在鬧事情了是謠言 並說目前校園平穩、私生同心抗疫 疫情防空等各項工作均正常等等 有網友表示 官方闢謠啦 那八成就是真的啦 在復旦大學嚴正闢謠之後 網絡傳出的關於復旦的信息越來越多 有網友發消息稱 事發起因 是復旦大學教授張維惠被一位青年教師打 張維惠因為經常發表舔共言論 被網友稱為舔共公知 消息稱 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開始抗議極端封城 結果被政府鎮壓 復旦在女生的浴室門口安裝監控 還撤斷了校園網絡 警察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 還用上了催淚器 更有消息稱 該事件被中共高層定性為 六四之後最大的學生運動 要求嚴查嚴辦 網民說 在中共國 謠言往往都是遙遙領先的語言 這位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台灣教員生 對此發出了感慮 不知是否和復旦可能出的事情有關 就在20日當日 上海多個區開始用鐵絲網切斷交通要道 封島小區 情勢詭異 如果中共暗中援助俄羅斯的證據被拿到 將遭到嚴厲制裁和次級制裁 歐美等國這個警告聲又在耳邊 中共軍方的一架軍機 卻似乎親自給機會給境外勢力 4月23日 一架帶有中共軍方標記的 疑似L-15聶英教練戰鬥機 墜毀在中國河南省 雙幽市余城縣境內 兩名飛行人員跳傘成功逃生 引起外界好奇的是 其中一名是外籍人員 網傳可能是俄國人 相關影片在社交平台上風傳 政論人士表示 這件事會引起美國情報部門高度關注 影片片段曝光了飛機墜毀現場 教練機呼嘯而過 就突然被拍到黑煙直衝天空 在一大片墨田中 飛機殘骸還在燃燒 在一塊碎片上 還殘留著中共軍方的標誌 當地村民在北遠的田地裏發現兩名跳傘成功 但無法動彈的兩名飛行員 其中一個是中國人的面孔 另一個是外國人的樣貌 中國人打電話求救 當村民追問他們的身份時 中國人證實自己是解放軍 並提示拍攝者不要拍照 而另一名飛行員看似東歐人 據說 當時中國飛行員 還特意澄清 說自己是學員 白人飛行員才是教練 但這個說法 網友都不買帳 認為肉蓋尼章 目前還未確定 墜毀的是L-15獵鷹 還是它的變種L-15B 但有分析認為 從兩名飛行員的裝束來看 他們穿的是駕駛超音速飛機 才會使用的安全套裝 所以 推測可能駕駛的是L-15B 中方曾吹噓 L-15B獵鷹教練機 是超音速高級教練機 還可以兼作輕型戰鬥機 或攻擊機使用 L-15獵鷹 由俄羅斯 雅克列夫實驗設計局公司 雅克利夫 擔任顧問協助開發 因此有網友推測 另一名跳傘的很可能是俄國人 原中共海軍司令部 宗教參謀姚誠認為 這件事件很嚴重 這名外國人從外表上看 是俄羅斯人 有這樣的幾種可能 1. 作為飛行教官來培訓中共飛行員 但近年來中共並沒有買俄羅斯的新機種 2. 來中國接受新機種培訓 這就是中共要賣或送飛機給俄羅斯 3. 兩個人都穿著只有超音速戰鬥機飛行員 才有的抗賀服 講明俄軍缺乏高級別的遷擊機 另有分析稱 如果是幫助訓練俄羅斯飛行員的話 就是中共正在深度參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美國的情報部門也是非常非常地關注這件事 所以它會有後續的問題 這件事還未曾完 在24日俄羅斯戰爭第60日 烏克蘭軍方說 俄軍加強在烏克蘭東部和南方的攻勢 在魯比日內 Rubisny和波帕斯納 普帕斯納的周圍 雙方正在交火 24日也是東正教的復活節 Orthodox Easter 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 米卡洛普多利亞克因此對俄羅斯呼籲 希望在這個重要節日能促成復活節休戰 他並呼籲開始一輪特別談判 解救馬里烏波爾受困的軍民 但發生社報道 戰火不止發生在馬里烏波爾 烏俄兩軍在其它地區也大打出手 這一切都讓復活節休戰變得越來越搖不可及 而五角大樓發言人阿比 John Kirby 也在周末簡報中預計 戰爭將延長 但他特別提到 有一線希望能夠令戰爭即刻停止 這就是普京決定無限期撤軍 和澤連斯基坐下 這樣戰爭可能隨時結束 但他隨即又說 這非常困難 結束的條件幾乎不可能達到 而澤連斯基看來也在努力 達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他24日再次呼籲 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 以及結束戰爭 澤連斯基在基庫市中心的地鐵站 召開記者會說 如果這樣做 能夠走向烏俄和平協議的話 他並不害怕會見普京 他說從一開始 他就堅持要和普京談話 不是想見他 而是必須和他會面 才能透過外交方式解決這場衝突 他特別指出 誰開始這場戰爭 誰就有能力結束他 澤連斯基還宣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和國防部長奧斯丁 會在24日走訪基庫 和他舉行會談 如果他說的成為事實 這將是俄烏戰爭以來 美國政府官員首度正式訪問基庫 澤連斯基強調 烏克蘭獲取更多武器 絕對至關重要 一旦烏克蘭擁有足夠武器 必定能夠立即奪回 被暫時佔領的領土 澤連斯基也提到 對於在南部港城馬納波 周圍困的烏克蘭部隊而言 今天又是另一個最難熬的一天 俄羅斯國防部則宣稱 俄羅斯武裝部隊 今天利用高精準長程飛彈 摧毀奧德薩附近軍用機場 的一座後勤長站 那裡儲存美國和歐洲國家 交付的大批外國武器 雖然對於烏俄戰爭的態度 中共和印度表面上都表現出中立 並且也繼續與俄羅斯的關係 但西方國家近日對兩國採取的態度 卻大不一樣 專家分析指出 為了對付來自中共 對世界和平無法忽視的威脅 美國等國家正在努力 將分歧放在一邊 求同傳義聯合印度 將力抗中共崛起視為首要 印度在美國抗衡中共崛起上 扮演關鍵角色 美國有線電視網CNN分析指出 西方上個月還在批評印俄關係 因為印度拒絕譴責俄國的入侵行為 並趁機扣入打折扣的俄國石油 將國際對俄羅斯的制裁放在一邊 美國方面更表達出不悅和失望 批評印度的態度搖擺 但CNN報導稱 美國這個態度是一直之間就做了轉變 拜登這個月和印度總理莫迪會面時 強調我們人民之間的深厚連結 和雙方共同價值觀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關係教授潘特認為 這是美國意識到 需要將印度視為需要被爭取的新夥伴 其實印度、美國都對中共日益加強的軍事擴張 心感不安 在拜登見到莫迪之後 雙方這份共同擔憂得以明確表達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當時警告說 中共正在試圖重申訴該地區和國際體系 美國和印度發現雙方有擴展軍事合作的新機會 印度支付塔克夏許拉研究所的中國研究員 海阿拉·瑪尼 Manochkiwa Romani認為 這代表儘管印美在烏克蘭問題有分歧 兩國對彼此立場的了解卻好深刻 報導稱 印度從冷戰時期採取不結盟政策 到1970年代開始與俄羅斯發展關係 美國當時未能成為印度的夥伴 說明了印度對俄羅斯的關係一直與西方採取不同路線 因此 印度在美國抗衡中國崛起上 扮演關鍵角色 而中共的威脅遠遠大於我國 澳洲國防部長達頓 Peter Dutton 24日指控 中共為了爭取國際合約而行賄其他國家 達頓提出這項指控 剛剛在中共政府取得與所羅門群島的安全協議之後 中共與所羅門群島安全協議的簽訂 引起所羅門群島的傳統友邦 澳洲和美國的嚴重警惕和擔心 因此協議可以令中共在南太平洋軍事立足 而此地距離澳洲海岸不到2,000公里 達頓對澳洲天空新聞Sky News Australia 表示 中共不會以我們所遵循的法規來競爭取得交易 當被特別問到 是否相信當中涉及貪腐 才促成中共與所羅門的協議 達頓表示 若放眼非洲 行賄的事時而發生 我們從來不以這種遊戲規則來競爭 我們有價值觀 亦有須遵守的法律規定 但中共極其積極對外干預 隨時準備行賄 以擊敗其他國家來達成交易 這就是當今中國的現實狀況 據報導 中共與所羅門群島 已經在日前簽署安全合作協議 其中允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海軍 部署在所羅門群島的條款 令所羅門群島傳統的盟友澳洲、美國 和紐西蘭大為震驚 澳洲和美國 近期相繼指派代表團訪問所羅門群島 向所羅門群島的總理 索加雅雷表達 對索加雅雷和中共合作的疑慮 儘管索加雅雷一再強調 不會允許中國永久駐軍 建設軍事基地或投射軍事能力 但美方明確警告 一旦任何一方採取相關行動 美方勢必嚴加關切 並作出相應回應 白宮代表團22號 造訪所羅門群島首都 韓尼亞勒 韓尼亞勒斯警告 如果中國在新協議下 試圖在所羅門群島 建立常設軍事基地 就可能面臨相應回應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烹飪 與